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 我是胡凯纯 现代人工作忙碌 很多人都是外食族 如果能快速变出一桌满汉全席 而且味道不输新鲜县主 相信会让不少人心甘情愿买单 001家冷冻食品厂老板钟晋明 原本是不教老师 运营收可达百万元 因为看到家长们忙碌的身影 触发他投入冷冻食品的开发 虽然创业初期惨赔三千万 但在他坚持下 如今单单一包调理包牛肉面 一年就能卖出500万包 还供应给全台许多餐厅 卖场减餐店 甚至从台湾跨海到英国设厂 来看他如何用冷冻食品 成功征服味蕾 大锅里炖煮的牛肉汤 是专门供应许多餐厅民宿贩售的餐点 目前来讲我们70%的业务 还是在国内的这些餐饮业者 包括山庄民宿 这个减餐店 还有饭店的代工 我们是在让餐饮业者能够更简单 更方便更快速的出餐 能够让业者第一 他减少人力的负担 厨房人力的负担 第二 他可以好控管库存 再来 他能够及时得到新鲜美味的产品 我常讲我们的产品 我是一个料理的平台 经过各个餐饮业者 他的巧思的变化 我们的产品有腌制品 有半成品 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前置的处理 让这个厨师 让这个餐饮业者 他更方便更快速的去做料理 所以不管是烤箱里烤的油亮的猪排 还是带有浓郁南洋风的拉萨鸡 中介名的巧理包食品厂都能做出 而购买的人除了餐厅通路 一般消费者也适合 只要短短几分钟复乐 就能出一桌好菜 我这个牛肉汤包很简单 你如果下面 它就变成牛肉面 放个青苍 放个葱花 放个辣椒 就是一碗牛肉面 如果说你今天要为全家人 准备更丰盛的 你可以当做牛肉糊锅 你可能两包还是三包汤 就放一个锅 然后你自己加骨锅料 加海鲜 加蔬菜 加菇蕾 它就是完整一锅 满满的这个 那个牛肉骨锅 一般妈妈的话 你到菜市场 从买肉 然后洗肉 切肉 准备蔬菜 这些等等 随便一个 还要炖汤 对 还要炖汤 随便一煮一碗牛肉面 都要花半天以上的时间 现在我们大概十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一碗有大块肉块 还有浓郁汤头的树莓美食牛肉面 无论上班族或是职业妇女 只要回家之后就能轻松料理 这就是调理包最大优势 在最短时间内端出最丰盛料理 其实我是一个补教老师出身 当初我觉得说家长匆匆忙忙把小孩子送到补习班去 然后三餐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有的家长就请补习班帮小孩子订便当嘛 有的家长他如果说有时间还帮自己小孩子准备晚餐 那我就觉得说这么忙碌的社会 我可以从这个时机点去找到什么商机 所以说我就投入运动食品的开发 但过去调理包食品最为人诟病的 一来是调味过于单一 二来是食材过于软烂 不叫老师出身的钟继名没有料理背景 只能找来专业厨师一起找出路 可光只是要找一位厨师就花了他五年时间 那当刚开始做并不是那么顺遂 因为你做这些冷冻调理食品 首先你要了解所有的食材特性 不仅要了解食材特性 你要了解一些香料 辛香料如何的运用 哪些是适合高温烹煮 哪些是适合冷冻 哪些是可以容易保存 这个你要对食材特性非常了解 一个时代的厨师就找到 五年 大概差不多五年 用五年时间找一名厨师 是因为冷冻食品不像县主 得思考如何在附乐之后 让料理吃起来就像县主 这就是技术所在 我这部机器是进口机器 然后它是先蒸后烤 蒸的用意就是让这个肉 它的那个先熟化 烤再上升 如果说你直接烤 肉就会变太干了 如果我两条线 这样子来讲 目前线上生产的 大概有 一百多个商品跑不掉 接近两百个 所谓的友善料理 我们尽量在这一块肉里面 我们尽量不添加 这个添加剂 保留肉的这个原味 让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吃到 肉的最原始最好的 那个鲜甜的味道 不过度添加 同时思考料理该先烤还是先蒸 才能让食材保留更多原味 这样腹肉吃起来 也才更接近县主食的滋味 冷冻调理食品是讲快讲方便的 现代社会不可或缺也越来越必要的 这也是中继民放弃普交事业 投入食品业的原因 我就是进不下来 而且做事 我的想法 我就是想做大事 刚开始 我就想做大事 如何就是说 利用大家的力量 一起赚钱 我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我把我的产品 给通物商 他上家去贩售 那通物商代理商 还有那个超市 是不是 就有利润嘛 对不对 我今天把我的产品给了餐厅 给了饭店 相对来讲 是不是 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 创造出大家一个利润平台 不过毕竟是门外汉 即便看到了市场商机要进入 还是有一段震动期 刚开始 我是踩这个 策略联盟 所以策略联盟就是说 什么东西我只是做了一个小部分 我也代理别人的东西来卖 那代理别人的东西卖 透过这个发送后的供应链的平台 去揣摩哪些商品是比较容易在被市面上消费者给接收的 透过这样子 然后我们不断地一直去揣摩 我开始创业创食品产业我大概亏了三年 第四年才平高 我算一算应该三千多万一了 三笔土地 用三笔土地去做质押 去跟银行融资贷款来做生意 我那时候初期创业利益高 大概都大概10% 8到10% 我初期创业真的是这样子 但钟静明相信简化出餐速度的目标 是未来所有餐饮业者都要面临的 加上都投入了上千万只能继续 你没赚钱 但是你从消费者 或者从餐饮业者给你的回馈 你可以知道说你走的方向是对的 他跟你说有什么 比如说餐业者用了我们的产品 他觉得说你可不可以多开发一点 类似像这样的商品 这个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对不对 他们使用上很方便 可以节省很多厨房的能力 出餐速度也变快 我记得我在2010年台北花博 一个小小的大概三瓶的汤位 我就用我们的调理包做蛋包饭 平均大概30秒到40秒出一颗蛋包饭 我们那个都大排长龙 2010年大排长龙 大排长龙 我们消化的速度大概30秒40 一颗蛋包饭那时候 我如果没记错大概在150块 一步一步克服冷冻调理包的障碍 先是食材原味 让餐点吃起来像新鲜现煮 再来是在有限出餐速度 做出一道道精致料理 最后就是要让这道料理 不只在单一地点贩售 而是能征服世界各国 我觉得你在国外他们吃的口味口感 还是跟台湾有一些差 你一定要去深入了解跟微调 那当然以我们来讲 我的研发主厨过去的时候 我希望说跟当地的知名的主厨对接 让主厨跟主厨他们去调整他们的口味 就是适合当地的口味 而且我要求的不是只有华人 不是只有亚洲 甚至你要落地 一定要跟当地白人的口味 也要能够对接 我们要把格局做大 其实亚洲包括韩国、日本、香港、新加坡 他们对台湾的食品 接受度还是相当高的 对 所以我把它设定的范围 不是只有华人 我是把它设定为亚洲人 针对不同地区调整势必性 单单一道料理也可以成为不同国家的相同记忆 尤其历经2020年之后 只要在家就能料理的调理包 更被市场接受 所以钟晋明下一步要做的 是在合理售价中 把接受度转为日常必需品 把华人、亚洲人不断的外移 往欧洲大陆、美洲大陆去发展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就是厂商一个好的先机 当然刚开始现在去 包括我们都很辛苦 把整个战线拉到一个万里长征军一样 我常常讲就是说 我派驻在那边的同事 跟万里长征军的成吉思汉 一样 刚开始一定很辛苦 但是期待未来就是辛苦耕耘 能够快乐收获 我想做的一件事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我们以冷冻食品的艺术家 自我期许 我希望说二十年后 我们能够用台湾的美食 挑动全球华人的味蕾 这个就是我想要做的 让经典的台湾料理 透过冷冻技术陆续征服香港、新加坡 甚至英国、伦敦等市场 小小的冷冻条理包 挑战征服全球每个人的味蕾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茶汤浓郁甘醇 带有凤梨果干香气 这个独特的风味 让宜兰三星茶浓黄子成 勇夺比利时风味品质 评鉴三颗心 连续三年获得国际赛评审的赏试 让三星茶扬名国际 这一切都来自黄子成 对茶怀抱的满腔热情 因为她一路走来并不轻松 多年来被病魔缠身的她 右手伤残、罹患假装腺癌 就连心脏也出了问题 进出医院是加上便饭 但她仍然坚持制茶 每到修成为了避免风味跑掉 一路从早忙到凌晨 一气喝成的坚持 成就扬民国籍的好茶 一个职人 像我是制茶的时候 有点狂了 有点疯了 但我就可以做出一杯茶 让别人喝了会感动会开心 这是我最大目标 黄子成眼神炙热 看着自家翠绿茶树 在阳光与沉露的滋养下 吐出嫩芽 这里是宜兰三星 三星葱的名号很多人都听过 但却鲜少人知道 也有三星茶 在宜兰来讲 采热不够完整 所以一个人口也不够 而且它老化 所以用鸡茶 是在最短时间把最好的茶 采收回来 它的缺点就是 它的破碎率比较多 但是手采来讲 它是像我们这样 采得这么好 但是它是早上跟傍晚 时间都很长 所以发酵度 它最大限量 它发酵度不是很平均 善用机械采茶的优势 趁着茶叶最佳熟度 干净采收 而这判断依据 就在嫩芽 这是一星二叶跟一星三叶 像这种茶做起来是最香的 一星二叶 一星代表它口感 二叶这两个下面这两个叶子 代表它香气跟滋润性 所以这两个若假茶的灵魂 香气在这两个 下面你看 这个叶子已经稍微少对开了 已经快没有芽了 快没有芽它只有香气 它口感偏淡 就是比较没什么滋润 做茶像在跟时间赛跑 一回到茶厂 王子成一家分工合作 干净给茶叶晒个日光雨 像我们茶叶先回来嘛 因为它是湿的 先铺在阳光下 让水分快速增晒 增晒 我们预估大概是在半个小时 或四十分钟之后 或是做第一次搬动 它搬动主要是因为 主要是让水跟 让空气跟茶很快干了 观察天气风向 以及茶叶发酵状态 决定何时翻动 全凭经验判断 王子成从小在茶园长大 但至茶观念 却与父亲大大不同 高中毕业后 他选择离家到城市闯荡 因为不愿意待在家里 一定是跟可能 真长辈的教育观念 一定是有当下事的不合 因为毕竟大家都还是青春期 所以想法绝对不会一样 一定是往外跑 那时年少叛逆想证明自己 人生却发生巨变 工作时右手不慎被捲入书送带 酿下永久性伤害 身上更因此留下大面积伤疤 那年他才20岁 别人20岁在做什么 我20岁为什么这样 所以我的想法 我的观念里面没有不行 你可以我就可以 你抗50公斤 我是一样抗50公斤 人家一直走50 50 可是我是80 20 我一样照做 我认真地把我的附件做好 认真地把工作做好 不愿向命运低头 黄子成不服输继续拼 在外漂泊10年后 决定重回茶厂的怀抱 会回来因为是你想走 你想这辈子想做的事业 而我是个很庆幸的人 是我从小对茶叶的认知跟喜爱 是我的兴趣 工作结合兴趣 这是让很多人都羡慕的理想状态 但返乡后与长辈的冲突 却难以避免 每个年轻人回到家里 一定会有很重的 很严重的冲撞 包括在私北管理等等 采受的时候 都会有那种很强烈的碰撞 但在碰撞的时候 我们去做出成绩 甚至说 当我不懂 当不了解的时候 我会帮我帮我带去各茶区 去了解说 要怎么做我们会改变自己 开心的是 但是父亲终于愿意接纳新的想法 自己所热爱的茶叶 也在冥冥之中化作月老 牵起他与太太方言亭的缘分 来自屏东的方言亭 就读宜兰大学时 钻研休闲产业 其中茶叶就是研究项目之一 这条红线因此牵了起来 现在遇到下雨 所以茶青要先赶快收进去 老天心情说变就变 方言亭担心日光尾雕前功尽弃 赶紧把茶叶拉进室内 日光尾雕似为 让水分散湿更完整 可是像遇到下雨的状况 你就想它本来散湿的水分 不就又要补进去吗 所以通常遇到下雨 就会赶快把茶叶收进来 到里面做室内尾雕的处理 茶叶一进室内继续尾雕 同样得要不时翻动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发酵 茶叶渐渐变得柔软 累积足够的香气及口感 才能进到下一步骤 210.210.211 112.462 220度以上的高温 去减止它发酵 所以每 periods饯 每个制茶叙所炒得 时间整个温度都不会一样 Rolling做最大的用意就是 破壞因茶葉的細胞 让茶的汁味会更提升 你相信从那时候开始 Rolling完的话 就解块成只有干燥的部分 干燥是一个很重要的程序 是因为它水分会在短时间散发完 让香气跟口感保留在茶葉里面 一连颤繁琐的制茶步骤 对黄子晨来说 没有SOP全凭经验 对他来讲 茶叶风情百变 能有不同变化 除了绿茶 乌龙茶 他更偏爱红茶 在宜安这个产业来讲 红茶刚开始 所以我要更容易去学习 不一样的风格 所以台湾的茶区 台湾的茶山 你只要做红茶 早期我都走遍了 最远到港口 最东到台东 你只要让我知道说 哪里有做茶 那这茶是不还不错 我就会去 当时他发现宜兰没人中过红玉 他决定带回家乡试试看 它比较适合中部旱季的 因为宜安是高雨 所以它的耳茶素兰量 不像中部那么高 但回归去 它的口感会跟中部 稍微差一些 但我就取决 它的优点跟缺点 去做出它该有 在北部地区的特色 心中虽有理想 但现实却无法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2016年墙台墨兰地来袭 无情摧毁 辛苦重植三年的红玉 台风前 我去看了很漂亮 就是说跟东文太太讲说 我们台风完之后 我们去采茶 台风一上过了之后 开车上去 跪在那边哭 我真是跪在那边哭 因为爱杂的人 他就说 他就像我自己小宝贝 我就说 我真是用心在照顾你 可是一夜之间 什么都没了 在农业上 农人好像大致上都是 你就是看天吃饭 那所以就遇到这样的天灾 说实话也没有办法 然后就是难过 虽然难过 但是就是也是过后 也是在补种补植 佛佛俩不畏逆 从零开始 却没想到老天的考验 还没结束 黄子诚抱病的身躯 让家人们我不担忧 几年前他罹患 假装性癌第三期 后来又被诊断出 心是肥大 加上二肩瓣膜 闭锁不全 导致血液重度逆流 即使在坚强的人 都有扛不住的那一天 其实我催促那一点 就是往上抱着 没被痛哭哭完了 没被打开 眼泪擦一擦 你知道他们面前 是坚强的 我不想说被自己打败 一对可爱儿女都还年幼 是黄子诚 放心不下的牵挂 也是支撑他 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看在太太眼里满事不舍 可能也是因为他也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 我觉得都一直在调整跟调试吧 结果你可能觉得 这个关过了吧 那可能可以好好的那个 结果又再来一关 那又再来一关 可是在这个过程 好像也是只能 一去面对 就跟台风一样 你过了 我们再补重回来 其实他前阵子就跟我说 我觉得我这阵子 做的茶没有灵魂 我就在说你魂都要美了 你还一管茶的灵魂 但是对于他来说 他就觉得 制茶是他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环 以茶代客会友 这茶叶以深河色 低调样貌 稳作茶经宝座 琥珀色泽的茶汤 有着淡淡水果 酸甜风味 这款拥有凤梨香气的 红郁红茶连续三年 获得比利时风味 品质品贱三颗心 我回来做茶 我感激是我的家人 爸爸是最重要一个 因为他从反对 到后来默默地帮助你 到现在全力支持 我太太说真的 她是比较默默无名 但回归一件事情 她是默默在帮着我 因为我只是往前冲 我认真把茶做完 把茶做完 这次人客气太强了 家人是黄梓成 最坚强的寇山 使他不轻言 向命运低头 乐观看待未来 一旦会沮丧只是淡水 但是你要马上修复 说自己调整自己 把糖尔重新站起来 所以再不断不断努力 成就说 今天一杯茶可以让你喝得开心 喝得快乐 这是黄梓成跟自己讲说 我要做一杯有料的茶 尽管右手伤残 癌症疾病纷纷找上门 但黄梓成仍不屈服 并抹脚下 他要用对茶叶的热爱 继续做出让世界刮目相看 镇上国际舞台的 宜兰三星茶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滑手机也能种出漂亮的小黄瓜 这位小黄瓜农林凯瑶花了500万元导入 能自动侦测土壤三减值和温湿度的智慧供应系统 只要按一按手机 系统就能参考数据 调整水和肥料的用量 加上用排水性加的椰子纤维栽种 不仅改善了病虫害的问题 还节省人力 所以就算不用农药 产量还比传统农法多了两倍 以三分地的温室面积来说 一年就能种出近百顿的小黄瓜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了 那我们准备进去小黄瓜的家里面 摘小黄瓜了 小朋友开心地走入温室 好像是踏进了一座游乐园 内心充满期待 来 我教你哦 来 手握上来 握在这边 真的没有吃 来 握住哦 然后推这个梗这里 来 推 像这样 推 小朋友小心翼翼摘下小黄瓜 眼前这些小黄瓜 都是用电脑镜的 使用电脑大数据管理 不喷洒农药 所以不必担心拿在手上 会有农药残留 现摘现切的小黄瓜片 放入袋子 用少许盐巴和砂糖 轻轻摇泡均匀 就是现做的凉拌小黄瓜 吃来清甜爽脆 还有淡淡的瓜果香气 酸酸甜甜的腌渍小黄瓜 每一片都是林凯瑶 用心栽种的心血结晶 其实小黄瓜 要种到它采收不会太难 但是要种到它没有农药减粗 然后又可以采收起比较长 它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咽到残留 所以它上面才会有剂麻 如果连续下雨下太久的话 比如说下壳一周两周 那你说要施气很重 它当然还是会有生病 那只要一生病之后 因为是不使用农药 所以它其实会不好控制 那就会导致说它的采收期减短 面对闯虫危机 林凯瑶还是坚持不喷洒农药 在这情况下 它的小黄瓜 还能够长得如此茂盛的秘密 就藏在它的手机里 我的手机是可以及时监控到 环境的数据 比如说光照 温度 湿度 土壤含水量这些东西 它都可以及时去做监测 但是其实监测是我们人要看的 没错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 它要让机器及时去做反应 林凯瑶和他的研发团队 导入智能水养液系统 感测器能及时监测 温度及湿度 并用收集来的数据 自动调整水和肥料配方 也就是说 它不需要亲手浇水施肥 靠手机就能种好小黄瓜 所以它除了做自动之外 其实也可以手动 所以我用遥控的就可以调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测试 一个配方A到我的填区1 那我就手机按一按 就可以直接让这个配方A 打到填区1去 这也是可以手动的 那一般来说其实 像我们这样建议很稳定的 用自动的方式去做控制就可以了 手机按一按就能种小黄瓜 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它确实节省人力成本 同时也解决栽种上的问题 因为小黄瓜需要常常浇水 但根系又不能泡水 它需要养分 但又怕土壤太咸 浇贵的只能用少量多餐的方式 供给营养 如果用那个农家长他们统计的 小黄瓜平均产量来说 那我这里的平均产量 大概都可以达到至少两倍以上 产量的部分 如果说当年没有太多次那种 极端的气候 就是连续下雨太久 或者是没雨来太长 这种情况下 大概是有机会可以 两分多地 是有机会可以到近百吨这样 拥有这番亮眼的成绩 其实是林凯瑶花了三年时间 才走到了这一步 这块地原本是水稻田 然后要把水稻田 规划到整个智慧农场 它其实中间历经很多事情 包括我的园区 温室要盖多宽啊 要多高啊 然后它每一条 它大概可以种多少 就是它一栋可以种多少株啊 然后我要怎么规划产期 才有办法说 我每天都有小黄瓜栽啊 虽然只有两分多地 但是要从一块水稻田 弄到可以种 其实零零重重 也花了五百万以上啊 对 那这些 这个东西已经花下去了 它当然没有说 可以想要放弃 或者是要中断的念头 这是不可能的 说什么都不能半土而废 是因为林凯瑶 对友善农耕充满热忱 大学时接触了环境教育 启发他对环境生态的敏感度 出了社会 他到有机农场工作 赚取经验 希望有那么一天 自己也能开农场 不用农药就能种出 让人安心的蔬果 然后在那个时候 也有了生产的技术 也有了生产相关的人脉 那就想说 不然好吧 不然我就回嘉义 按照我自己的理念 去弄一个农场 我当时会决定要种小黄瓜 是因为 它有一定的技术门杆 才能种得多 而且量率高 那再来就是 小黄瓜它有生死的需求 它可以高经济 然后就是 如果你有一定的品牌 知名度跟安全的标准的话 它其实 它的产值是可以还蛮高的啦 尽管小黄瓜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但却很容易受到病床害的威胁 这对主张不用农药的林凯瑶来说 要种出漂亮的小黄瓜 实在是困难重重 先说以土耕来说 其实最怕的是根流线虫啦 那我其实会做戒子栽培 最主要的就是 我希望避免根流线虫的影响 那其实就算我已经做到戒子栽培 它一样会有一些业面性的病害 比如说核斑病啊 然后白粉病 然后有时候会有陆菌病 一碰上下雨天 小黄瓜就很容易生病 导致产量下降 它创业初期 就曾面临采收不到小黄瓜的窘境 还因此损失近百万元 妈妈黄美玲看在眼里 相当担心儿子的生计 那时候其实心很痛 可是为了要坚持它自己的理念 它有种到完全无毒 所以也是只能忍痛 就把那一起的就收起来了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真的是 要有很大的坚持 有很大的信念 才有办法像它这么坚持的做下去 它改以椰子纤维栽种 不仅能预防小黄瓜 受到病虫害的侵袭 还能解决瓜类难以连作的问题 用大数据孕育出翠绿色的小黄瓜 如今成果也被半导体大厂肯定 搬给它科技浓固的殊荣 多年来的努力总赚有了小小成绩 例如我这个大概三分多地的面积 然后实际上栽培面积 只能归后到两分多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我都要砸到五百万以上 我才有办法把第一株小苗种下去 对一个如果没有一点底子的人出来做 其实是一件很有风险 蛮残酷的一个事情 所以一定要先规划再出来做一下 欢迎来到桃瓜食堂 我刚刚有去带小黄瓜 那我们刚刚也去学校看了小 去农场带了小黄瓜 那我们现在要把小黄瓜做成料 黄美玲把这些刚刚采收的小黄瓜 带到幼儿园做料理和小朋友分享 虽说黄美玲很心疼儿子从农 但她没有阻止 反倒用行动支持 那我也觉得 她把这个理念这样传承下去 是好的 因为真的农药这方面 像安全性 真的是需要有像她这样的年轻人 下去把关 我还是支持她 只是很辛苦 即便务农很辛苦 但林凯瑶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放弃理想 也想帮设法要提升小黄瓜的价值 于是小黄瓜面就这么诞生了 回馈也还不错 因为我们那个面条上面还看得到 那个小黄瓜绿绿的一点一点的 那个小黄瓜的碎片 对那其实它 我们有去做过检验 它也比平均的面条的膳食纤维还要再多一点点 那所以其实客人也都 反应都还不错 小黄瓜面拌入菜式柠檬酸辣酱 面条Q软 滋味香浓 每年光是小黄瓜面和其他副产品 就帮林凯瑶多赚了十多万元 算是对他的努力有些小小的回报 我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种小黄瓜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仔细 因为小黄瓜不是你种下去 它就会自己长大 你就有瓜可以摘 好 放下去 要好好照顾它 好 轻轻地把土松开 小朋友跟着林凯瑶一起种下小黄瓜苗 趣味的一日农夫体验 不只让小朋友认识 小黄瓜是怎么种出来的 同时也要教会他们珍惜食物 私心的说 当然是要让小朋友觉得 种田很辛苦啊 不是啦 其实主要是要让小朋友知道说 他眼前的食物是怎么来的 我们希望他对他的食物有感情 对 希望他不要浪费食物 希望对食物有感情 那最简单的方式 当然就是直接让他到田里面 亲手去采摘 然后为了摘这些瓜 他会流很多汗 然后他也会体验到这个辛苦 那自然而然的 他就会对这个品像是有感情 如果你都有认真的在浇水 然后有给他照太阳的话 他大概七天之后 他就会变成这样 有没有长很快 希望友善环境 友善耕作的观念 能在这些孩子身上扎耕 做起来不容易 也许还得花上好几年时间 但不管多难 林凯瑶还是用行动证明 只要有心 终究有成功的那一天 欢迎回到台湾尖善美 从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约有90%的贸易运输 都由海运来承载 而台湾四面环海 海运与码头升级的重要性 更是不言可遇 又有5G最大频宽的电信业者 整合了国内无人载具与AI眼相辨识 不但可以透过无人机 进行智慧救援 还有自主移动机器人的码头运输 更厉害的是 这台多功能的水面无人载具 可以边侦测油污边清洁 打造出港区 陆海空完整的智慧巡检方案 是RTK精准定位的接受天线 这台最大起飞重量20公斤 拥有4K画质的大型无人机 正准备蓄势待发 这台机器是大型机 所以它的整个 我跟讲的支架是属于折叠式的 所以说起飞前我们会再确定 所有的扣环是安全全部都扣实的 这台机器现在就定位在这边 右下角这个就是及时画面 现在整个我们抽载的及时画面 那这样我们现在就是请飞手开始 做那个操控权的行程检测 安全检测 好 阿凯 做安全检测 好 飞机安全检测 好 检测完毕 可以解锁了 准备 三 二 一 走 我们相当了解港区巡检上的痛点 所以这次我们整合了国内无人载具 AI影像辨识机 5G行动网络技术 来提供港区完整的智慧巡检解决方案 在这个计划是以高雄港安平港 及游艇码头为实验场域 利用无人机进行智慧救援 还有自主移动机器人的码头运输 水面无人船及物联网感测设备 来进行海面油污侦测及清洁 这是首创整合陆 海 空 全域巡检的5G智慧海港解决方案 以通讯起家的电信业者 这回结合了系统整合资安及游艇公司 与台湾港务公司扩大合作 若是有意外发生 人员不幸落水 只要派出无人机 就能在空中进行智慧救援 四 八 二 七 头指 短短十秒钟 原本柱状型的救生圈碰到水后 立刻自动冲起额障 我们这次开发的无人载具的智慧应用 就是利用5G的传输网路 再加上AI的影像辨识 那当我们接获到落水的通报 那我们在系统就很容易 在指定的区域里面 无人机就用自动的飞行到该区里面 然后做巡逻 搜寻 再利用AI的辨识技术 精确找到落水的位置 那找到落水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用远端系统的方式 自动的救生圈 投入到落水的底部里面 那这样的话就会缩短了整个救援时间 等于人道的话 大概这个差距有五倍的这样的一个救援时间 有别以往传统的救援方式 得等到救援队到场才能出海救援 无人机的精准定位 不但能加速救援时间 它的前置镜头 还能完整记录现场的搜救状况 我们温机上面会有5G的通讯模组 同时它会把它看到的影像跟资讯 回传到我们的系统 所以可以做到所谓远程的一个控制 上面的轨迹跟影像 都在我们的远端系统都看到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点 以往的部分的话 无人机控制只能在飞头上里面做控制 我们一代的话 因为是测试在整个应用 智慧救援员的应用 我们只有进行了一个挂钩的一个装置 那在第二代之后呢 我们研发出我们是会增加到四个挂钩 等于说我一开机器 我就可以挂载四个智慧救生圈 而为了维持码头周边的清洁 工作人员得一天两次定期寻室 在岸边打捞垃圾 因为像现在有浪 比较重心的步骤 打捞时工作人员不但得进行等候 垃圾漂流到边边角角 而且还得忍受站在甲板上时摇摇晃晃 在一个潮汐的变化 比较大或台风过后以后 可能各位看到这个码头的部分 全部都是漂流物 或是保利红的垃圾 如果它单靠人工清理的部分 其实它的一个处理效率不是很好 所以导入这种自动化的部分是有必要的 工作人员一边清扫 还得一边目视 水面是否有油渍污染 但有了这台IoT油污感测器 只要把平台架在岸边 就能做到全时监控 它这边就有一个红外线 然后它就透过这个 去整整整 它有一个信号线 它这个信号线会传回这个 然后再经过5G再 目前的设计的部分 大概是每15分钟会回报一次数值 比目前的现有机制银行很多了 而且这东西是随时real time的 透过5G回算到我们的系统 不过若是想达到边侦测边吸油的效果 就得出动这台水面不真载具 小心哦 你们自己要注意哦 我们现在就把它挂在船上 所以它会跟着船一起走 所以就好处是变成说 你今天可以在这边量 你也可以跑去别边量量子 然后这条线 你看到这条线它是跟我们船的系统连线 你现场就可以看到它有油的状态 千万别小看这台水面无人载具 它可是小而美 精简又小巧 这回首度卸下美丽的外壳 在镜头前产现亮相 更特别的是 它的后头不但搭载着长长一条吸油棉 下方更是暗藏玄机 这篮子最主要是回收垃圾 那我们把它设计成就是手提式的 就是可以直接安装到船上面去 那收满垃圾后你船也不用离开水面 你就可以直接人工 就是直接拉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回收栏拿起来 就可以把垃圾倒掉 可以再继续收 那我们这个设计 大概是全球唯一的这种设计法 因为全世界大部分的设计就是 它栏子跟船是一体化的 航太系出身的郭正明 原本在中原大学机械系任教多年 从无人机的研发 到首度曝光的水面无人载具 它的发明很符合台湾精神 不但方便使用 有兼具多功能性 它可以清洁就是收水面的垃圾 然后也可以清水面的油污 然后同一个时间它也可以做油污的量测 还有水深的量测 那这个我们有设计过全世界 就是说以这个项目来讲 全世界大概是只有这一艘船 同时有这些功能存在 有一回它的水面无人载具 在码头执行任务时 不到十分钟 竟然就收了十几公斤的垃圾 让人好奇的是 回收栏里头的物品 真的不会随着水流再被冲出来吗 这个也蛮神奇的是 全世界我们是看的都没有 我们前面有设计一个挡板 那这个挡板就是说 你船在移动的时候 它水流会让这个挡板打开 然后水就会 就是垃圾就会进去 但是呢 你船在逆向的时候 那个挡板会挡住 就是水流会让挡板停住 然后你就垃圾就不会喷出来 现在我们的动力 现在是最快的速度吗 这样是最快 大概两节到三节之间 借由这次第一期的经验来讲的话 我们第二期做了很大的改善 不管是从软体的部分 跟硬体的部分 都有所谓的突破性的一个成长 简单来讲 我们这次软体的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导入一些新的技术 包括电子钉锚的技术 在这种水面无人载具 我们想我们这个计划 应该是率先是在使用的 有了电子钉锚的独创设计 这台水面无人载具 就可以固定在水域上 不会随波逐流 这一次会安装AIS系统 传播编织系统 就是说在操作的时候 有人出来会知道说 旁边有无人载具 然后呢 我们无人载具本身也可以知道说 周遭有什么船只过来 我们就可以事先做反应 这个switch是那个不同模式 像现在是手动 这个是钉锚 钉锚 然后下一个是全自动 只要设定好全自动模式 并规划好航道路线 在RTK高精准定位 和自动避障的相辅相成下 这台水面无人载具 就能安全行驶 不会干扰到其他船只 在这种所谓的封闭式场域 或者特定的场域 其实彼此的距离的部分 要很精准 避免到受碰撞的风险发生 所以RTK的导入的部分的话 确保我们定位可以到1公分以内的一个误差 现在有人传在清油屋的时候 他们也是用吸油棉 就是扔在水上 然后等它满了以后再把它夹起来 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在水面无人载具上面 就变成说是一个机动性 我可以移动到我需要清的地方 然后就在那里 就让你清干净后再把它带回来 5G技术的成熟加上电行业者多年来致力于无人载具的智慧巡检应用 在交通部的一期计划中 以荣获2023年智慧城市创新应用奖及其他国内外大奖 这项技术应用除了提供给商用的场务业主 更把触角延伸到一般民众 线上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AR的这个技术放进来 所以一般的民众的部分或者游客的部分 它可能没有比较少有这个机会到这个现场 因为这个场域的部分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场域 那借由AR技术它可以快速的了解 这整个的一个环境跟它里面提供的哪些服务 线下部分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会办很多的一个国际的赛事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赛事在进行的过程里面来讲 我们的这个5G的一些无人载区的应用服务 不管是无人机的救援 或者是我们随便无人载区的垃圾清理 或有无打捞的部分 还有我们现在录制的这些所谓的 一个自动化的运送的机器人 这些服务可以让民众可以快速的了解 其实整个政府交通部的部分 其实投入很多资源 在做这些所谓创新的应用 在未来我们希望能够运用5G高速低延尺大连结的特性 在台湾各地打造更多的5G创新实证场域 引领台湾全面进入5G新世代 电信业者携手台湾各产业跨域合作 加速5G的创新应用 就是要让科技的进步 在城市中充满智慧化的存在 让升级版智慧台港2.0 影像崭尽的未来